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总不愿千里姓冲中来 主要也是为了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他有兴趣了 最近他也是高管 就姓骚扰成为女婚 一个领域 最近我有些老板的朋友 老婆都在查女秘书 说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秘书 但是这跟那个无关 就是说这个民生银行的 这个什么中心区 反正是民生银行的 北京的姓关的 他是个什么官 副经理 副总经理 对吧 然后呢 传出来 这个事儿 我觉得 这个人已经被撤职了 这个你在北京听说了吗 听说 听说当然 你刚听说的时候 你的疑问或者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太正常了 这人要是不撤职 正常 果然那层面现在不一样 那这人要不撤职 哪里哪个部分是正常 对哪个部分也是正常的 所有部分都正常 第一 他这么跟女下属 传这种微信 很正常 第二 那个现在的小女孩 遇到这种威胁 就把她弄上网 很正常 然后银行的反应 说这个会深切关注 很正常 然后撤那个人 也很正常 整件事就很正常 这是国情嘛 你觉得正常吗 我觉得不大正常啊 哪里不正常 就是 我觉得不正常是说 怎么会有人这么傻 就是我们在 好歹工作了几年 通常不会有留下证据 就是直接 直接有白纸黑字 留下还可以被你截屏 就是自己留那个 所以我觉得 人家不是说 网络上有人批评 说是女商情商低 我觉得男生情商才低吧 不 这个微信 我问你 你们的微信 这个聊天记录 是留着 还是随发完就删掉的 不留的 我没有特别会删的那种 我都会留着吧 因为我主要是考虑到 就是说我们这种 这个 什么 为什么要结巴 我有时候考虑到 我们这种非凡的人 是吧 也许到老年 会写回忆录什么的 所以我留着所有的 我留着所有的 但是最近我准备都删了 别留下这个 我就在那间酒店楼下的 但是他们告诉我 你删了没有用 主要是那边的人 没有用 太可怕了 你真的就是这个女孩 我很想知道 他们民生银行 这大八卦 你说这女孩忍了半年 据说是 这个姓关的老是 微信骚扰 忍了半年 最后也是不得不离职 但是就离职之前 还是离职之后 听说呀 这个女孩 现在也挺慌 就她没想到 事情会闹这么大 当然有些人说 你怎么没想到 她就当时就是想了 恶心一下就姓关的 就是说我现在 预时俱焚 她是只是在 他们那个管理 就是他们这个工作 这个管理的这个群 大概有五六十个人 的这个群里 那意思就是 让我们这个公司的人 知道我为什么走 知道她的真面目 哗 就把这一片发上去 但是没想到 成为了个社会事件 其实你能理解 这个女的也有点慌 为什么吗 当然了 之后怎么找工作啊 这些太现实的问题了 因为你在这么一个 父权社会底下 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找工作 说了就用 你这个就是个动不动 会把私信公开 动不动还会说 上次性骚扰什么 我只不过想约你 去去酒店 你就说我去骚扰 对吧 对 真的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看 在文道员里 这都是正常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这个微信截图 我现在觉得 社交媒体 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可以了解人性 更隐秘的 就过去 像我父母那一半 只听说乱搞男女关系 没见过是怎么乱搞的 今天你看都呈现了 对 就男生就说 或者您找个其他地方 可否给个答案呗 可以吗 某同学 你一般是上午 见面地点 像可以吗 或者是我在 从门附近 找喝茶地方 总不能在单位附近 实际也是留了小心的 要不然人家说 你注意到没有 都称您 就是尊称的意思 很尊敬女性 就把人留了点小心 你看 但是到后来 这个男人就有点 hold不住了 咋电话不接啊 急了 给个答复呗 女神给个答 这就有点胡言乱语了 你看 然后开元明都酒店 大堂可逢 在单位附近 来 就能一直这么催 我也挺难理解 再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走 好 然后女生就回答说 领导茶就不喝了 就信息和您说吧 您说的那个是我 肯定不会同意的 业绩不分就不分吧 我做人是有原则的 不能因为业绩 连最起码人格都出卖 对我来说 做好一个人是最重要的 工作是次要的 也是 钱也是次要的 连最起码的人都做不好 再有钱也没有用 我和你想象中 女孩不一样 我是要脸的 不会因为破钱 侮辱自己 至于工作您分不分 我业绩都无所谓了 你看 他接下来就是说 这个跟离职人员名单 有关 周四要确定离职人员 我的是 我报销的事 报销都不给报销了 是吗 如果不想操作了 告诉我 找人接 等等 然后我能有什么想法 您这不是要辞退我吗 哎 这女的我觉得 没准现在已经有点 保留证据的意思了 是吧 然后你看 看看你的选择 哎 这个什么 再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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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大家可以认真 私下里再研究啊 这就是这个女的 最终走了 在这个群里 啪 发出这么一个 没想到 让让的近人皆知 一开始就民生银行 当个事调查 民生银行呢 也所以现在也有人说 民生银行 说微信骚扰 不叫性骚扰吗 我听到说 没有实质性骚扰 所以不算骚扰 就是没有真的发生 就是比如说 有什么性侵等等等等的 他只是为讲言语上 对对对 动作上的 他就不把言语性骚扰 当性骚扰 但这不算性骚扰吗 微信的 当然是 但是所以我说 为什么正常 就是坦白讲 我过去这么多年 都老批评了 就我们国家 十几二十年 就性骚扰 是达到一个 一个 还是很普遍 空气一样 像空气一样 就大家都觉得很正常 好 当后来大家都晓得 有性骚扰 这回事 这事不能干之后 那个认知 还是停留在 这是民生银行 一个国有大银行 它的公开表态 你不觉得是一个 说明了今天中国的 很多层面的正常水平吗 就他不认为 微信的性骚扰 是个性骚扰 这还不叫性骚扰 真的这叫什么 就等于其实性骚扰 还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 我常常听到 就那天我们 我们几个做节目 不是还有朋友 跟我们聊起来 说一个女孩子 说她莫名其妙 给人到处讲 那个人 那个人讲什么呢 就说 我把她给睡过几回了 她活不怎么样 还得这么说 这当然算性骚扰 这当然算性骚扰 而且就是很多男的 就我每次在 只有男性的场合 都会听到 有些男的 就会在那边 夸夸起谈 自己又把怎么样 又把谁怎么样 第一我不能理解的是 这有什么好说的 就这种事 你说出来干什么 就算是真的 第二如果不是真的 你说出来 这你不是显得 你很无聊 你很自卑 你很 你的自我很脆弱 对啊 他说这就是为了 壮大他自己啊 对啊 然后第三呢 就是有时候 当着女孩子面 那就是不是这个 彻头彻尾 露骨的性骚扰 但是有时候 在我们身边 真的就像空气一样 真的 我自己的 就我一个很好的 小妹妹 也是跟我是同行 有一天他就说 他说我 他就说 我真的不知道 这算不算性骚扰 是他们公司的一个 中成中年男子 然后到就是外地嘛 然后去那边 做采访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说 哎呀某某某啊 我真的 就是在了 所有在联访的时候 就某某某 现在没有男朋友啊 啊我好喜欢你 今天穿这个衣服 我觉得女生的洋装 就是要穿到膝盖上面 几公分 你知道我在世界各地 都有非常多的女朋友 那因为是男生 是出差嘛 然后晚上11点 还传信息说 哎我到现在都还在回想 你今天穿的洋装 什么什么 他就问我说 这算不算性骚扰 我说那你当下 觉得感觉怎么样 他说很恶心 我说对啊 那就是性骚扰啊 可是有时候你会 不知道去如何处理 我觉得对很多女孩子来说 特别是他 你不是管理成为 你在中学生 你很难去反映 说你当下要怎么样去毁他 对哎 他们有调查嘛 我看说说国内这个女性 这调查也不知道 都哪来的 有人说70%的女性啊 中国的这个国内企业的女性 诉称曾经遭受过 某种形式的性骚扰 当然也有一个数据 说是30%多 总之是相当多 相当多 我就想起韦节 哎你不用说出 哪位领导什么 当然凤凰没有这样的事啊 肯定都是凤凰以外的公司 因为凤凰不正常 凤凰都是那个味道事 那么就是说 你在这个社会 你原来在很多单位工作过 你碰到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 我有遇过就是那种 就是上司很喜欢你 就比如说公司老板 老板的儿子很喜欢你 然后就不断的想要 就是比如说你去开会 或什么 他就都要来 你去没想会 他都要来 然后你拒绝他之后呢 他因为他也知道你家住哪 他就你家按电铃啊 然后要不然就是你开会的时候 他就比如说我们在某个会 他就会打会议室电话打进来 就是要找你 就是要找你就对 他就想说 他找到说什么呢 就我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啊 就重点就在于说 但我就已经拒绝你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说 这不是 又不是在买青菜 还可以讨价还价 说不好意思 我跟你百分之十在一起 百分之九十不在一起 就已经拒绝了人家 但他就会疯狂 这是一种疯狂的程度 那最后是怎么结束的 最后就 我是一个铁针针的女汉子 我就不做了 我就直接把这件事情 告诉他的父母 因为是小开二代嘛 就直接告诉他的父母嘛 然后后来 就是对方父母 是很紧张这件事 很害怕会 会爆出来 或什么之类的 对 那你实际上也因为这个 失去了工作 但我觉得 说实话 你继续做 心里也会觉得 很不舒服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问题 而且我就想说 那时候年轻 就想说 那反正此处不留我 自有留我处 所以我就走了 我觉得工作起来的 不舒服程度太重要 那你怎么知道 他今天你如果 今天好可以 你接了电话或怎么样 那他下一步是什么 后面 那如果说等到发生了 第一步你没有 都没有拒绝 你后面再发生 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人家回头说 可是你之前说OK啊 你之前也让我来 你之前怎么样怎么样 那真的是牙扣 你知道 你还是比较决绝 我知道有的这个女性 她实际面临的选择 真的很难 就比方说 我觉得有件事 你得承认吧 人都有贵人 其实你不管说 一个公司管理 多么科学 你问周围的人 我都可以告诉你 对吧 比如说我能走上 这条道路 或者我能做上 一个节目 必定是跟一个领导 有时候很奇怪 你看从我爸爸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大家聊天就都聊这个 就是你看 上一个厂长 对咱们不错 比较能够赏识咱们 但是新来的这个书记 他就对另一个不错 就好像在单位里 你看你能成功 不管男的女的 很大程度上 你遇到了一个 你从公型来讲 遇到了一个伯乐 你从私型来讲 遇到了一个贵人 或者一个缘分 我觉得这个确实 对你个人的成功啊 作用特别大 可是呢 然后呢 然后就 是说愿意牺牲的部分 还是 我说为了 我现在去个广告会 我就被骚扰一下 这个意思 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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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替姐妹们问的问题 其实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位一样 亲爱的姐妹 当你多年为之奋斗的事业 面临了性骚扰 甚至威胁 你该怎么办 就是她在这耕耘有年 因为这个领导的赏识 给了她 也确实给她机会和帮助 所以做的风生水起 这是我一生的事业 我做的很好 可是这个时候她发现 这个领导等了一年 等了两年 最后hold不住了 开始动手动脚 那因为你跟 当然跟比较赏识你的领导 吃饭是有的 但到后来呢 你看 尤其是这个开始威胁了 就是说 你不是帮我 陪我吃饭那么简单 然后领导就说 如果我不听 就提拔一个能干的下属B 来代替我 当然他说了 这个B就是已经跟这个领导 为了晋升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的 那么怎么办 我明明能力和我发挥的领域 都比这个B强的多 但是呢 公司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我要失去了工作 就失去我为之奋斗了几年的一切 可是就本来就那个能干的B 一直在基于我的位置 那如果他真的能干 如果你真的是个能干的人 你跳槽不会有太大影响 就你过去积累那几年 如果你真的干出了成绩 你真的得到了不错的成果 你也升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 在这个情况下 你跳槽到同行另一家公司 甚至转行 我觉得是很自然 很正常 尤其今天转公司转行 对全中国年轻一代来讲 那简直像吃菜一样 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你何必在一家公司里面 而且你要想想看 你就算从了他 你从此都被憋标签 而且跟随这样的领导 你也不会有很好的日子过 你将来干的事 再干下去 你的前景也不一定会很阳光灿烂 不一定很乐观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走 而且我觉得 就他刚刚一直说 我已经累积了这么久 我这么有实力 如果我不从他 我这些都没有 但问题你从了他 你这些也没有 因为别人就会认为说 你就是因为跟他睡了 你才有这些成果 所以反着来说 他还是没有 对不对 或者还可以这样做 假如你够狠 你反过来 就用他现在这些威胁 就像这样子记录下来 当然那位小姐 她是很光明正大 她把她公开给群里 你不要公开 你拿去反过来威胁她 对 应该你要 如果你是一个更狠的人 你想的是将来 怎么样用这个拿住她 甚至将来把她除掉 真的 我跟你说 现在还有更狠的 我认为这就是说 社交媒体的发展 使得这个总体态势上 男的 这个权力在 我觉得男的早晚 是要掉沟里的 就是因为 你比如说 我跟你讲 就是有个女的 这叫什么呢 这算是那个 抓抓 那个仙人跳 还是叫什么呀 仙人跳 那个女的就是 跟那个男的 就是说 要赔税 然后一直就跟这个男的聊 聊聊聊聊聊 一直跟男 老放这个男的鸽子 就说 哎 到酒店 几号几号房啊 那个男的急的 到那开好了房 你怎么还不来啊 那那女的说 我有事啊 什么的 就这样 一次放他鸽子 最后证据收集齐了 拿来说 给钱吧 不然就全发给你老婆 或者发给你的单位 哇 这是另一种 没有 这个是骗钱吗 但是我说的那种是什么 你就跟他说 你想我这个公开发罪 还是你自己辞职 但是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赌注 我觉得好难哦 你看我如果 那就是 所以你要很厉害的人 才干的这种事 但正常情况下 我建议就跳槽 转行 而且 不过刚才 我觉得韦杰说 那个事倒很有意思 因为他刚才说 他 他遇到他们公司老板的 小开那个事 那个事比较复杂 比较敏感 因为他牵涉到 一个很敏感的 灰色地带 就比如说像 平常讲学校 时生年 跟办公室 念情 都遇到类似问题 就你的上司 或者上司的 老板的儿子 比如说喜欢你 什么时候 我们会觉得 那叫做性骚扰 什么时候 我们会觉得 那个叫做求爱 就是因为 有时候更敏感的地方 在于什么呢 就是假如说 一个上司 爱上了一个下属 不管性别 怎么样大家 可能是女上司 爱上了男下属 他也许真的是喜欢你 那么你 那这个 但是问题是 他跟你有位置 跟权力上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于是你答应不答应 都变得好像 或者你愿不愿意接受 你都会变得在权力上面 不是能够弄得很 理得很干净 有点像老师跟学生一样 这是这么一个问题 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就是等于说 我也没拿这个权力 去要挟你 对 我有没有向你 求爱的权力呢 但是老板整天 向你求爱 你自己心里 没有压力吗 你也很烦嘛 对不对 你该怎么拒绝呢 但我觉得 这就是拒绝啊 我觉得你除了 可以拒绝 你其实没有 其他的更好的方面 因为你 如果你不是 真的是喜欢这个人 或什么样 你就去顺从他 只是因为权力的话 过很久 就过一段时间 你自己也受不了 而且人与人的界限 有些时候 真的是彼此不同的 你比如我就挺难以理解 有的这个男性 当然他们有时候 是很成功 最后就追追追啊 死赖活的 就把这女的 给追到手了 你比如说 你像我脸盆薄 对吧 我要暗示一下 一看人家 就没戏啊 马上再也不提了 但是有的男的 他会觉得 就毛主席说的 成功往往就在于 最后再哆嗦一下 不是 最后再争取一下 最后再争取一下 毛主席不是说的 最后再争取一下 毛主席说多说一下 最后再争取一下的 努力之中 很多男的就告诉我啊 这女的就是 别再缠着我了 我再不要你了 再追一天 这女的软了 那你 他叫骚扰 如何裁定这个界限 但是我觉得 重点是 会不会让你 不舒服这件事情吗 就说你是不是 整个打从自己去排斥 觉得恶心这件事情 有时候你只是 不喜欢这个人追 你不代表说 他是坏人 或是他 他有骚扰你 我觉得有两个 还是有分别 这个东西就比较复杂 这定义性骚扰 的确 在很多时候 除非像刚才 我们说民生也好 那么明显 要不然很多时候 是处在一个 很灰暗的一个地带 那所以就必须 我觉得真的叫 学常识 就男女交往 正常 大家人与人交往 关系 怎么样让人觉得 舒服 或不舒服 这是一个常识 这个度 能不能把握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度问题还在于 有的时候会变 你比如说 有的男生 是讲一点 情色的段子 但比如说 今天韦杰 在这里 他 比如平常 韦杰一直听 没问题 韦杰甚至还讲 你觉得这是合适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 韦杰 没准个人 碰到点不开心的事 或者人家 来了大姨妈 情绪就不爽了 光一听你们 你们这帮男人 别再当着我面 说这个了 大家就愣了 那么你知道他有的时候 连这个个人都是会变的 你今天爱听 不代表你明天也爱听 我觉得最简单 当然也是 听起来比较难的 做法是什么 划界线 划什么界线 有时候是个人 有时候是一个机构 你知道有的机构 当然我们今天会觉得 有点过 有的机构是不允许 办公室念情 有的机构 是不允许 失声念的 比如说有些学校 那不是说 他认为失声念 不可能是真爱 或者办公室 上下这件念 不可能是真感情 而是因为 你很难去分 什么时候 这个东西牵涉到权位 对一个机构来讲 这个权位 是整个机构的一个核心 你有什么权利 你负担什么位置 你实行什么样的责任 这些东西 如果万一跟用来 拿来变成一个 好像是勾引对方 或者是要做什么东西的 理由的话 在这个意义上讲 一个公司可以说 你在利用公司给你的资源 对 或者一个政府赋予你的公权力 你去 本来这个职位交给一个公务员 这是要让你在这个世上 为人民服务 然后你拿去对付你的女下属 这叫做公权私用 OK 那学校也是一样 所以有时候这个界限太难化 所以有的机构就一刀切 就不准 那同样的个人也可以为个人设立一刀切的标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可以坚守这个原则 只要有女性在场 我就不讲黄段子 或者说 只要是 比如说我 其实很多人都现在都这么做 比如说 只要有任何一个女性进入我的办公室房间 我们一定不全关 这不是 我也是保护大家 对大家都不好 就只要是单独两个在里 我房门一定不能全关 那这是君子了 对 这不是君子 恰恰不是君子 所以你要做这个事 保护他 保护你自己 大家都要防着 然后同时还有什么呢 就比如说 所有这类界限 你都画好的话 那就自我保护 对 就比如说请秘书 你不要 当然这有时候也会很可怜 就是反向性别歧视 比如说 我知道有的老板 他是不喜欢情侣秘书 对 理由恰恰因为避免这个 哎呀 真的是 我现在见到 那有的年轻美艳的女同事 进了我们领导的办公室 不是领导要开门 而且他随手就关门 你两个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不要关 别叫 领导没门 我有些事私下跟你说 别别别 咱们两种的问题 一般不是说他会骚扰别人 他就被骚扰的份 我们怎么会这么庸俗 他当年当年一个 那个不叫骚扰 那个那个是比较可怕 那个不叫骚扰 那个就是 反正有个女的吧 就是 其实一直也不算熟 但是不晓得怎么就进了我们一群朋友的圈 然后一群文化人知识分子圈 那么他就一直跟我的那些朋友描述 我跟他的关系是一个很亲切的男女关系 说到就是他为了我又多过胎 然后在香港买了个房子给他 他妈的天啊 我一个房子 然后呢 你也想知道他在哪 都是因为给他了 现在你还租呢 然后呢 跟着呢 问题是 我的朋友们呢 都以为是每次见我 我都好像没公开带他出去过 也不跟朋友们聊 我的朋友们都在想 是不是我不好意思 跟大家说 我的朋友 对 然后还帮我瞒人 你知道吧 直到很多年 我才从我朋友发现 他们原来一直认为我跟那个女的在一起 OK 更可怕的是 原来在这期间 因为这个女的 对我那一圈 某一圈朋友的面前 是一个 她是我的亲密女友的身份出现 因此 我所有那些朋友写给我的东西 寄给我的东西 有些很机密的东西要发给我 都经过他 哇 而那些东西都不见了 哎呦 好可怕哦 就成了一个你的一个傀儡政权 真的 不是就等于说 这叫什么呢 后来后来我们总结 地下经纪人 对 后来总结出一个原则 我的朋友跟我说 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都上当 后来那个女都不见了 大家都说 为什么都上当 那就是因为你平常 太私密了 没错 因为大家都找不到 你无法打电话 找不到我 然后也不知道我平常是什么样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我的私生活的情况 所以 这时候就制造了这个机会给人了 没错 像你这样的人 往往对外是有一个女性做代表的 一般是 我没有 就我跟你讲 现在好了 我现在真有一个女助手 但我这个女助手是个Tom Boy 是个女同志 是个女同志 是吧 对 很好 我特别喜欢 对不起 我又在反向歧视 我特别喜欢找女同志当助手 因为又细心又率真 对吧 而且主要是不会产生骚扰的嫌疑 而且不止这样 我觉得女同志在处理很多事情上面 很有一手 我发现当她对着男人的时候 有一套 对着女人也有一套 都行 那对啊 东方不败啊 东方不败 双轨制嘛 对吧 但是你知道 不是 她还有一种文化的这个不同 你像我知道 有个华裔的一个女生 到了美国公司 她就发现 有时候白人 这个老外啊 你要当心 她被她蒙 她就说呢 从第一天上班 就有一个中年男性 白人的这个 比她高一个层级的 她就觉得外国人 就比较喜欢正能量 每天上班啊 一定要跑到她办公室 抱她一下 她还会闷电 但是她觉得外国人 都是这样的 是吗 那她抱别人吗 结果第二天 第二天又来了 第二天 以后养成习惯 就每天早上上班 这白人的男的 都这样来不由分说 最后她终于闹电了 忍不住了 对 就说别难 这个洋鬼